众说蓝潭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 恭喜独行侠成功晋级总决赛。 西决G5,独行侠客场124比103大胜森林郎,大比分4比1淘汰对手。 先看这个数据,8分、3分、3分、12分,这是独行侠前四场比赛的最大领先分差, 以及前四场比赛进入第四节最后五分钟前,独行侠全部处于落后。 所以吧,G5开始前,普遍认为,这轮系列赛两队实力非常接近, 虽然独行侠3比1领先,但是森林郎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。 然而,这场G5,第一节就花了。 单节比赛,独行侠打了森林郎一波35比19, 其中第一节最后6分钟,两边比分是17比1, 这一节的分差已经超过了独行侠前四场任意一场的最大领先。 第二节,森林郎进攻依然不见起色, 反倒是独行侠越打越猛,单节再次打了森林郎一波34比21, 半场结束,比分是69比40,分差接近30分。 进入下半场后,森林郎进攻有回暖, 然而之前挖坑太大,独行侠火力也不减,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, 爱德华兹连进了三季三分后,一看比分, 森林郎居然还60比87,落后27分。 需要说的是,为了进攻, 森林郎第四节几乎完全弃用戈贝尔, 后者莫杰只打了两分钟时间, 但他们依然追不上,剩下三分钟前, 分差还是25分, 暂停过后,森林郎换上替补,宣布投降。 先说独行侠,想到可能会赢, 但大胜21分,最多领先36分, 真的没想到。 东基奇成为了独行侠的获胜最大功臣, 他在第一节单节哄下20分两助攻, 一人得分比森林郎全队还多, 全场下来, 东基奇一共22中14, 3分10中6, 罚球3中2, 得到36分10篮板5助攻两抢断。 欧文的表现同样不可忽略, 他在第二节单节拿下15分, 下半场又得到17分, 全场27中14, 3分10中4, 罚球4中4, 得到36分4篮板5助攻, 36分也是欧文今年季后赛的个人第二高分。 以及独行侠的轮换门, 华盛顿全场9中4, 拿下12分7篮板2助攻2抢断, 加福德全场3中3, 拿下11分9篮板, 正负值正26, 莱福利全场3中3, 拿下9分8篮板3助攻3盖帽, 琼斯投篮6中2, 得到5分2篮板2助攻。 这里重点说一下莱福利, 别看莱福利只有20岁, 他却是季怀斯曼之后, 又一位年纪20岁, 就能随队征战总决赛的未来新兴, 大聪明当时殷商, 只能坐壁上官, 躺赢夺冠, 而莱福利可是正儿八经的球队轮换, 在西爵舞台上为独行侠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两米一三莱福利在面对森林狼游唐斯, 戈贝尔这两位全明星球员镇守的内线时, 丝毫不虚, 少年老成的他甚至刷新了一项新的记录, 这轮系列赛, 莱福利因伤缺席了第四战, 在剩余的四场比赛中运动战百发百中, 16投16中, 创造了历史单轮系列赛100%命中率情况下, 崭新的运动战命中记录。 莱福利的队友, 曾在常规赛创造了不逊色于篮球皇帝张伯伦的连续进球记录, 而小伙子则是把这一特质发扬光大, 到了西角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十八般武艺。 只能说, 大个子在东西齐和欧文身边打球是多么幸福的事情, 历史级别的传球手总能在恰当的时机把球喂到嘴边, 与此同时, 打铁还需自身硬, 这一切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, 对手毕竟是四届DPOI, 只有无所畏惧地迎难而上, 才有了这样一项专属于莱福利的个人记录。 事实就是, 根据球迷的统计, 这轮系列赛中, 莱福利场军一次被爆头, 没有触发脑震荡保护协议, 一连缺席十天半个月的实属幸运。 但即便这样, 也没有让他有所胆怯, G5的莱福利出战替补出战24分钟, 运动战三中三, 再次交出了一份九分八篮板, 三助攻三盖帽的成绩单, 在更衣室里, 就连球队老大东七齐都对他赞赏有加, 甚至一度想要把西角MVP的奖杯塞给他, 莱福利知道自己受之不起, 只能笑着白手跑开, 如此看来, 上赛季独行侠最后时刻选择开摆, 真的太正确了, 如果没有摆烂, 或许就选不到莱福利, 也就没有之后的剧情了。 赛后, 莱福利在个人设媒上发布动态, 妈妈, 继续在天上见证吧。 原来, 莱福利的妈妈在季后赛期间过世了, 莱福利的爸爸在他七岁那年就因心脏病过世, 是妈妈把他拉扯大, 从小就是他的精神支柱。 妈妈的去世对莱福利的影响可想而知, 但坚强的他并没有因此沉沦, 反而用一场又一场硬汉的表现告慰母亲在天之灵, 相信他的妈妈看到儿子如此精彩的表现, 也会无比欣慰, 他的这则动态让人动容。 正如莱福利在赛后采访中说的, 我们的工作还未结束, 我们还要再赢四场。 在代表最高水平的舞台, 二十岁的莱福利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? 加油吧! 期待你能最终把奥布莱安杯高高举过头顶, 用象征无上荣耀的总冠军戒指, 当作给已是母亲的最好礼物。 这只独行侠, 给人的感觉很像一八年的火箭, 同样是一个持球大合, 双后场, 然后搭配三地封线和吃饼防守内线, 曾经一八火拆一口气做到的事情, 二四侠已经做到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 最终冬季棋全票当选了西爵MVP这轮系列赛, 冬季棋一场没拉, 场均能交出32.4分9.6篮板8.2助攻的准三双, 三项命中率47.3%, 43.4%, 84.6%, 真实命中率62.7%, 可以说实至名归。 再说说森林郎, 功亏一亏。 爱德华兹和唐斯分别拿下28分, 其中爱德华兹28分9篮板6助攻, 18中时, 唐斯28分12篮板2助攻, 20中9, 不差, 但是与东欧完全没得比, 这也是这轮系列赛, 两队最大的差距, 巨星成色, 尤其前三场, 东欧都有站出来接管的表现, 森林郎却全输在了关键时刻。 当然, 输球不能完全怪这两位, 事实上, 就G5而言, 森林郎的其他球员们拉得更严重, 除了双状元, 其他人一共51中19, 命中率37.3%, 3分20中5, 命中率25%, 生死战啊! 其他球员拉成这样, 森林郎想赢几乎不可能, 这也可能引发一个思考, 这只森林郎的强点在防守, 但是他们的进攻确实差了些, 这里不得不佩服下绝金教练马龙, 马龙半决赛曾说, 森林郎的进攻也就106左右, 西决这五场, 森林郎的得分分别是105分, 108分, 107分, 105分, 103分, 均分105.6分, 所以吧, 森林郎的进攻需要加强, 最先的问题就是, 他们该继续重用戈贝尔吗? 纵观整个赛季, 戈贝尔对于森林郎肯定是正作用, 次轮能够绝经戈贝尔的, 协防和防守威慑功不可没, 但他在场球队的进攻, 肯定会差一些, 如今这个时代, 顶尖比赛里, 拼的就是进攻, 你看西部, 几乎每一支强队都有顶级后场, 这些顶级后场遇上戈贝尔是完全不虚的, 而且, 就连莱弗利, 加弗德都能在戈贝尔头上为所欲为, 也难怪他的DPOI含金量会被质疑, 当然, 这只森林郎依然充满希望, 毕竟他们拥有爱德华兹, 一个22岁, 有着成为历史级巨星前置的年轻人, 只是, 下赛季爱德华兹, 迈克丹尼尔斯的新秀红利期就将过去, 哪怕是从薪资上看, 森林郎恐怕也撑不了多久, 下赛季如果出不了成绩, 他们必定会面临解散, 最后, 再说说即将到来的总决赛, 独行侠VS凯尔特人, 这注定是一轮充满看点的系列赛, 欧文迎来恩怨局, 重返北岸花园, 波尔金吉斯面对老东家, 以及塔图姆和东西奇两位年轻巨星的正面对话, 常规赛的两次交锋, 凯尔特人都获得胜利, 总决赛的对决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结局, 是凯尔特人捧起队史第18个总冠军, 还是独行侠拿到队史第二冠, 两队的总决赛赛程也已经出炉, 未来六天都没有比赛, 双方将进入相对漫长的备战状态, 总决赛首战在6月7日打响, 凯尔特人主场迎战独行侠, 如果双方要打到抢7, 抢7的比赛将在6月24日进行, 目前看, 媒体看好凯尔特人的还是居多, 毕竟他们的首发阵容确实更均衡, 不过西决独行侠已经展现了总冠军的上限, 特别是两位巨星, 你觉得今年谁会封神呢? 好了,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秋野点赞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